這個案件24年了 我們不應該要站在街頭 我們應該在家裡可以家人 我們應該要去工作 我們應該去努力做我們的人生 去規劃我們的夢想 這就是我們要堅持的正義 這就是我們要堅持的公理 這就是我們要堅持的法治 這就是我們堅持最後一點殘存的人權 你們以為我們人民 真的不知道你們做錯了什麼嗎 只要花一點點的天貝的心 就可以改過 只要花一點點的良心 良心 這個案件就解決了 看你們就像是我的家一樣 政府就搶走我們的家 我們現在台灣這個 自稱民主法治自由的現代國家 居然會發生就是 我小時候在看連續劇 才會看到的 惡觀淋虐人民的這種情形 我忽然對這個政府的信任 真的是蕩然無存 我一直以為說 今天更換政黨了 然後這個政黨就是說 我們用人權立國 然後我們是民主法治的前哨戰 我當時真的相信了這些口號 然後我把票投給他們 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的是我們家被拍賣 他已經司法三審判決無稅無稅了 那如果這個案件 還要被一些違法的官員 強行拍賣的話 我是覺得我們國家是沒有司法的 更不用談到良心這件事情 掌門人的帶領之下 積極走向世界 小英總統 看看我們的人民 不要讓你的人民 每天都生活在凱道上面 跟你抗議 案件發生24年的過程中 我覺得 師父一直都是帶弟子走這個 慈悲的路 為什麼可以堅持 我覺得那句話就是 師父告訴我們 只要是對的事 就要勇敢堅持的去做 那時候很小 我不能夠站出來 現在 我已經35歲了 我站出來 就是為了捍衛我自己 跟我師父的關係 這就是門派 這就是使徒 如果說國內不行 真的我們要訴諸 國際的媒體 或是國際的人道救援的組織 我們要把所有這些 違法官員的一切的罪行 公諸於世 然後讓國外的這些 人道救援的團體 來援救台灣 所以今天我們站在這裡 是為人權而戰 為台灣而戰 我們不希望我們成為下一個香港 太極門案是一個 台灣法稅問題的一個造謠境 解決太極門的這個假案 其實就是讓這樣的假案 這樣的冤案 不會再發生 再也不會有台灣的人民 再遭受迫害 但是還是要打開 那是多人 冷靜的 或是多人 也是也怕 你嗎 你怎麼會 要善 你 還是要善